碧绿鸳鸯油 碧绿鸳鸯油 此菜为广东地方风味菜肴 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是 干鱿鱼、鲜鱿鱼 配饮的辅料有西兰花 还需要备有胡萝卜花、香菇片、葱段和姜片 调料有精盐、白糖、胡椒粉、味精 还需要备有芡汤、湿淀粉、芝麻油、绍酒 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这道菜 将西兰花洗净 改刀切成小块 炒锅至火上 放入水 用大火烧沸 加入绍酒、盐、味精和少许的油 将洗净切好的西兰花 放入水锅中焯水 放入水锅中焯水 西兰花焯透以后 捞出 炒锅上火 放入水 大火烧 大火烧烧 大火烧热以后 放入 炒锅上火 放入油 用大火烧热 然后倒入焯水后的干鲜鱿鱼泡油 泡油后迅速倒出 炒锅上火 放少许的油 下入姜片 葱段 胡萝卜花片 倒入泡好油的干鲜鱿鱼 颠翻均匀 再放入芡汤 盐 胡椒粉 芝麻油和淀粉 翻炒均匀 然后把菜盛出 放入容器中 再将炒好的干鲜鱿鱼 码入点缀好的盘中 码上制熟的西兰花上席 在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过油时要时间短 动作快 碧绿鸳鸯油 这道菜的特点是 颜色各异 口味咸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